今次就做一個茄汁菠蘿雞 材料就是菠蘿雞 買雞腿肉 我不要塊皮了 切粗條 然後醃進去 配料有少許蘋果粒 有日落無也無所謂 少許洋蔥粒和青椒粒 醬汁就2湯匙茄汁 加少許醬汁 少許醬油 糖 胡椒粉 加少許豆粉 稍後醬汁就放進去煮 現在可以煮 剩下鑊 先爆洋蔥 如果洋蔥想生一點 就不要太早下 想熟一點 可以先爆熟一點 然後放些蒜片和蔥片 好 爆香之後就可以放下鑊 攀平去煎一下 先煎一下 兩邊為煎了之後 翻一下 然後可以淡一點 滴酒 炒至雞肉熟 要煎很多蔬 這個時候可能,不會太太燙 浸火 而不會火鍋 來 домой 焱到先eden 要熟 然後去火鍋 約好 炒至鸡熟,可以加入汁 慢慢煮,煮至汁收乾 汁差不多了,可以加入菠蘿 蘋果 砪水煮後弄它 吧,醬汁收乾 今次煮至井 焯火加入麻油 可以先上葉 可以上碟 茄汁菠萝鸡就完成了 上碟,可以吃